春运的路上大家要遵守交通法规 谨慎驾驶 1月20号的上午在永管高速温州段 一辆小货车发生了爆胎 旋转360度后侧翻相当惊险 幸好驾驶员曾某寄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民警调查后发现事故车辆的轮胎轮纹 已经完全磨平 初步判断是没有及时更换轮胎 才导致爆胎发生侧翻的 经过民警的教育批评之后 驾驶员曾某表示 以后出车之前 会检查好车况再上路 而曾某驾驶基建不符合技术标准的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被处以了罚款200元